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驚爆! 中南海现国家级敏感人士移动 美斯香港赛美上场 港府各席大风向 民众幸灾乐祸 五角大楼 雷神将为台湾生产空对地导弹 就在新疆书记马兴瑞取代蔡奇 入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消息 占出消失之際 一间海外媒体突然爆料 中南海经验国家级敏感人士移动 称现任公安部长王小雄 将接管蔡奇中办大任 用刀把子和酷刑保卫习近平独裁政权 消息人发外界关注 看中国评论员金桃柏暗指出 近日《新盛州英文报纸》 《海峡时报》的讲法包括 一些政治专家推测 66岁的中共公安部长王小雄 可能取代68岁的蔡奇 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当年都就顺势捕捉了25名政治局委员的空缺 中共的人事变动问题都必须严格充重 他们明目凡多的条款规定 还有严格的黑帮式程序 通常是组织部门各种巧合 依据的名规矩就是所谓的选拔任用 而背后的人物关系、派系等问题都不简单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反腐经验 那就是任用的官员出问题 和组织部门看漏眼多少有些关系 因此习近平清华上铺兄弟陈希 由组织部离开之后 仍然在幕后为习近平提供顶级炮灰 在他的分级管理原则之下 实际上中办主任这样的职位 组织部恐怕提供参考人选的可能性都不大 更何况现任组织部长李干杰 虽然有清华背景 但毕竟从来没有做过组织工作 习近平启用李干杰 这样对中共组织工作缺乏认知的官员 目的再明显不过 不让他受到已经掌握的官员资料影响 没有派系源头 不容易被左右 只能从头开始调研 并在资源府当中 认读省部级官员的蛛丝马迹 所以李干杰由地方诸侯山东 水白梁山走上京城利暴 还要翻看所有中管干部的档案 而这个数据就是由于中共邪恶政治体制 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而成为 省部级官员肯支付上2200名的说法 只是猜财而已 而很多重点城市的市委书记都是副部级 并未被常规统计 所以习近平没有放过陈希 让他把持党校 严控官员仕途 习近平的人事调动 可以说得上说话的应该只有陈希 而陈希的保密大底是属于恐怖级别 习近平採取的方式 其实是承责曾庆红的把戏 曾庆红在任中早部长期间 为江泽民派系打造的官员阵列 创出了《恶棍与贪腐纪录》 这个都是中共家天下的特征 所以中共黑邦政治的常识 是跟外界说 习近平不可能跟媒体说 他将要任用某人 这个从来就是独裁者的专利 2023年12月29日 毫不起眼的董军 他不被习近平任命为国防部长 由东海难队所在地出发 在南部战区到今 超然胜任海军司令员的董军 还不能够令外界抹大眼睛就奇怪了 所以习近平目前左又不是右又不是 既淡蔡奇就好像毛泽东当年看林彪那样 但又有令计划的前居之监 他不敢轻易交给一个难以完全信任的人 担任中南海大内总管的要职 而可怕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中办的所有通知 都是不得违反的黑帮命令 紅头文件可以在一秒钟之内 等一个人消失 或者是由正国级官员跌落到卖炭翁的角色 中办的隐形权力就是保证中共邪恶基因不被裁减 这个在中共华人堂政变当中就不难看出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中南海华人堂开会 停从通知到达开会地点的 王、张、江、瑶、四人帮息数被逮捕 执行任务的就是中办管理的警卫局 而貌似归中办管理的警卫局 局长之迷目前还是不得其解的 中办主任并不能够私自调动警卫局 就是武兵权在手回不到天 维基百科找了几个人放在警卫局的辞条下 都是没有证据说明目前谁是警卫局长 大家知道的就只有一个2023年突然死亡的王少军 说真的 中共的暗黑政治以及它末路狂奔的状态 它体制动荡 人心惶惶 在位的党军心怀回测 在中军还是保存自己的问题上摇摆 还有一个重大因素的影响 那个就是虽然很海外 但是却力透大陆的三退大潮的影响力 也大动摇了中共的根基 力明退党者不受中共邪恶控制 甚至加入倒闭行动 或者主动靠向解体中共的阵列当中都有可能 中共自去年开始的严重政治问题书刊提法 也都间接证实九评共产党等书籍广泛传播 整路改变人心 近日 阿根廷足球巨星美斯 除麦亚物国际队访港 麦亚物队和香港队于2月4日进行表演赛 全场近4万座位 几乎座无虚值 球迷冲着世界杯冠军美斯而来 哈半场球出海进行到一半月后 美斯仍未入场 球迷开始叫我们要美斯的口号 但始终美斯都没有上场 球迷开始愤怒并狂虚 以及要求回水 对路透社报道 今次比赛的门票于去年12月开始发售 售价在880至4880港元之间 最终 麦亚物队以4比1击敗香港队 麦亚物国际共同持有人 背黑漢武 试图感谢所有观众给予难以置信的支持 仍然被虚声烟没 麦亚物国际总教练马帝洛 赛后解释 明白观众失望 但这是医疗团队和教练团的决定 美斯里几天肌肉发炎 苏亚雷斯就是膝头哥受伤 如果等他们上场会有极大风险 钟建华博士表示 如果没有阴谋论之说 大家可能觉得好不幸 美斯难得来香港却没有上场 香港政府搞这种活动就是要制造一种观感 香港已经恢复正常了 问题是香港还未恢复正常了 香港政府所做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令人反感 港府支付1600万港元 他促成这件事 他既望甚高 希望可以唱好香港 希望美斯可以帮忙推广香港 钟建华表示 无论是美斯还是贝克汉姆 他们都是在香港很受欢迎的球星 贝克汉姆退休了 但他经常来香港参加商业活动和代理人活动 他每次来香港都很轰动 就算退休了很多年了 仍然都是这样 今次他作为迈阿密国际的共同持有人来香港 其他跟随而来的 还有几位香港很熟悉的球星 包括钱利文普和巴塞诺那前锋 路易斯 苏亚雷斯 和阿根廷球星美斯 尤其是美斯很受欢迎 大家都寄望看他表演 今次的比赛 苏亚雷斯又在后補名单里面 但美斯连后補名单上都没有 买了高价票的球迷肯定非常失望 后来特区政府开始对此挫吹割席态度 公众又开始对美斯不上场感到高兴了 觉得美斯不应该对港府撑场 由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对美斯不上场感到高兴 令政府丢架 大家都喜欢看到特区政府没面子的情况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于星期五发布公告说 大型国防工业承包商 雷神导弹系统公司 将为台湾政府制造生产50枚联合防区 外武器空对地导弹 预计将会在2028年3月完成交付 理批武器合同价值为6800多万美金 目前相关制造工作很快就会在美国和英国多个地点展开 据资料介绍 空对地导弹 是只可装备在战略轰炸机、潜击机、强击机、武装直升机 及反潜巡来机等各类航空器上面的打击武器 可以发射攻击地面目标 是航空兵进行空中突击的主要武器之一 空对地导弹的特点是机动性强、隐蔽性好 能够保持在敌方的防御威胁范围之外 可以减少敌方地面防空火力的威胁 同时有效感、攻击和摧毁目标 据美国官方介绍 你批空对地导弹是正确打击武器 可以配备和攜带多种不同级别的杀伤力弹头 和以前任何一次对台军手一样 美国今次为台湾制造的空对地导弹都令中共老老 中共扬言不会放弃武统台湾这个选项 美国就再次警告中共 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否则将会注成大错 美国不久之前宣称要量产B-21隐形轰炸机 毕竟为主要是加强对中共的威胁力 同时都在努力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美国政府曾经多次表示 对台军手可以帮助台湾实现军队武装现代化 维护台湾可靠的防御能力 还有助于维持台海地区的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 对台湾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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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台湾的防御能力